要避免胃癌跟大腸癌 主要觀察我們的排便習慣 有沒有改變之外 還要看一下自己的肚子 有沒有一些異狀 甚至是從膚色也都看得出來 像有些腋下特別黑 結果竟然是胃癌 對啊 以前都說那個黑 不是跟糖藥病 但是沒洗乾淨 長血 可能部分的人也跟癌症 有點相關 像這個44歲的男 他是在傳統媒體業工作 大家也知道媒體業很可憐 我們常常吃飯也不定時 然後快快吃完 就趕快開始工作 那他有一次是怎樣 是跟朋友可能工作完 大家會相約去一下 什麼三位男行的Spa之類的 後來別人才發現說 你這下面都沒有洗乾淨 臉下可黑 臉下是黑黑的 然後也不在意 好像真的洗不乾淨 不是洗不乾淨 好像是皮膚變黑 當時也不以為意 後來是因為什麼樣 採取救醫師 他發現他吃東西的時候 常會覺得想吐 到後來甚至真的吐出來 就覺得太常有這種感覺 太奇怪 去救醫才發現 原來他得了胃癌 後來跟醫生調這個東西的時候 醫生說其實這 可能也跟他的胃癌有一點關係 他是其中的症狀之一 只不是不一定每個人都有 另一個案例就更特別了 這個58歲的先生 老實說他說也沒有在抽菸 也沒有在吃檳榔 只是偶爾吃點小酒 所以可能只是覺得 自己身體還滿健康的 可是有一次他就發現 洗澡洗洗洗洗 洗到肚臍的時候發現 怎麼有一個硬硬的東西 像花生米的大小 這個東西怪怪的 好先去附近一班診所看 附近一班診所說 這粉瘤 粉瘤 應該沒有關係追蹤就好 可是他自覺這就 長得不像粉瘤就很怪 於是後來他去大醫院看 大醫院看起來發現不得了 這哪是粉瘤 他說這個是胃癌的細胞 轉移到了斗宅那邊 而且因為他已經轉移到 這個地方 所以他算是胃腺癌的 第四期癌症 所以絕對不是粉瘤而已 另外一個他就算是 這個狀況就是算是相對持續很久 他三十幾歲 他一開始去看醫生 是因為他發現 大便裡面有些便血 便血的問題 想說不要自己決定 濕疾瘡給醫生看一下好了 想不到坐下來 醫生就發現 這是醫生的面相 從面相就發現這個人 不對 氣色不對 為什麼呢 因為他手指會有一些黑色斑塊 然後他嘴唇這些黏膜裡面 有一些黑色的一塊一塊一塊 後來果然就發現 大腸裡面也有這些 席肉一塊一塊 他說因為你這就叫做 黑斑席肉症候群 所以這可能 其實這個是一個體質 特殊的遺傳 所以你可能早就已經有 這些席肉了 所以他自己才會想說 對 他其實是現在才因為 這個便血會緊張 長大會緊張 想想自己好像從很多年前 就開始有一些腸胃道 跟便血的問題 只是後來醫生說 這個還好還是有機會治療 只是看起來很驚恐而已 從面相可以看到 腸胃道裡面也有異狀 其實這個肚臍真的要很小心 我們平常說 至少很多癌症 他可能會有所謂的腹膜轉移 那一般來講腹膜轉移 如果不是在肚臍 在旁邊 你是摸不到的 因為我們有脂肪 還有什麼肌肉 擋著 你是摸不到的 可是肚臍這個地方 他都知道很薄 對啊 所以如果說有一些腹膜的轉移的時候 會從肚臍這邊是摸得到的 如果他稍微長一點 就會這樣子鼓出來一塊 所以真的要常常去 像我們老人家叫我們 動不動不要摸肚臍 會肚子痛 但是其實肚臍真的要好好的觀察 不過像這個 皮膚變黑就真的比較少見 錢醫師 你說你確實遇到過未來的人 真的皮膚變黑 而且不只是未來 還有其他癌症 也會合併這種皮膚變黑 怎麼回事 這個疾病叫黑色肌皮症 這個我真的印象深刻 就是我記得那時候是 我那時候還是當內科的住院醫師 那時候在胃腸科病房 五十幾年前 那個時候是一個胃腸科的專業教授 然後那個主治醫師就帶著我查房 查房到某一床的時候 然後他就跟那個病患講完之後 發現他的兒子 兒子站在旁邊 大概三十多歲在照顧他 然後可能就是那個兒子 就有點背對著我們的主治醫師 然後他剛好看到他的脖子的地方 就這樣黑色的一圈 黑的一圈 他就轉過來跟我講說 錢醫師 我跟你說 這個有問題 這個叫做就是黑色肌皮症 他講英文 就黑色肌皮症 那我就說這個我看過 這個他就告訴那個先生 他兒子就說 他就問他說你的胃會不會痛 那個兒子就說會啊 最近這一個月胃不太舒服 那就可能照顧爸爸 就三餐就比較不定時了 比較累 然後他那個主治醫師也不跟他們說 就轉過來跟我說 錢醫師我告訴你 這個有可能是胃癌 他是為了教學熱誠 很有教學熱誠 那我一聽說有這回事嗎 然後他就轉過去 就告訴那個兒子 跟他說你等一下下午掛我的門診 我幫你做一個胃鏡檢查 你這可能有問題 那我在旁邊就納悶就覺得說這個有時候就糖尿病 我一怎麼看就是覺得他是太胖了 太胖的時候就變成黑色的尺度 那我想說這個醫生是 這主治醫師是有業績壓力是不是 笑得有這樣掛比較少 比較少 那當然 結果後來他去做胃鏡檢查 真的是胃癌 真的是胃癌 那我想說真的有這回事 我就趕快去看書 真的書上真的是這樣寫 他大半天說這個黑色肌皮症 他長的範圍大部分都是頸部後面 然後譬如說腋下 屬西部 他主要八成 八成大概都是跟什麼 胰島素組抗 跟肥胖 跟糖尿病有關 這沒有錯 的確糖尿病的人 或者是有胰島素組抗的人 比較容易有黑色肌皮症 但是裡面有一部分的人 是跟我們的癌症有關 尤其是大部分跟腹腔的癌症 包括像我們的胃癌 大腸癌 還有我們的肝癌 這個都會 叫做卵巢癌 或者子宮殿膜癌 這個大概都跟黑色肌皮症有關 而且是六成是跟胃癌有關 就長了癌症之後 在影響我們全社的新陳代謝 還有一些色素會特別容易沉寂 所以說如果遇到這個狀況的時候 不能夠小覷 是 其實為什麼會有這種黑色肌皮症 你如果去摸它 它就是比較硬硬的 像你糖尿病人為什麼會這樣子 因為糖尿病人很多有胰島素組抗 他們體內胰島素是比較高的 你知道這個胰島素比較高的時候 就會刺激一些腳 皮質的增生 還有黑色肌細胞的增生 為什麼在這些地方 因為這些地方是摩擦比較厲害的地方 像我們脖子長這樣子後面 摩擦 後面 腋下 腋下也會有一些摩擦 鼠西部摩擦 這些地方就特別容易會有這樣子 那癌症的話就是會分泌一些生長因子 剛好也刺激了角質增生 還有刺激的黑色肌細胞增生 所以一樣的東西 但是不要太緊張 如果你看到這個 大部分還是糖尿病比較多 糖尿病太胖比較多 比較少一點點 真的是癌症的話 其實大部分是胃腸道的比較會這樣 但是也有病例的報告 乳癌也有人這樣子 乳癌也會 不過是比較少 不過癌症的症狀真的是千奇百怪 我常常講說癌症就是最好的模仿者 他其實除了本身的症狀之外 他可以再影響到全身 偶爾都會覺得很奇怪的症狀 歐醫師你有看過一個人 因為胸痛被診斷出是癌症 也不是胸痛診斷出癌症 就是說他其實就是因為胸痛胸悶 他通常就是說 他就左邊的胸怪怪的悶悶的 然後還一路延伸到什麼脖子 那這樣一聽就感覺就是心臟病 心肌更腮 對啊 感覺就是這個方面的問題 然後他就做了好多 不管是什麼 血管攝影 電腦斷層什麼 全部做出來 完全心臟都很OK 都沒有什麼事情 然後後來才發現到說 其實他那個人也是胖胖的 那胖胖的話 我記得是一個50多歲的男性 對 因為體型都是比較大一點點 然後本來就往心血管息 並方向去想 然後後來我發現 他在跟我講話的時候 他都會一直莫名的咳嗽 就可能講一講 可能聲音突然散 你在咳個幾聲這樣子 對 然後後來才發現到說 他其實是有胃食道逆流 對 那胃食道逆流 他可能逆流上來 那逆流久了 可能會到喉嚨去 就是他又會想咳嗽 然後可能聲音會沙啞等等 那另外來講話就是說 因為胃食道逆流就是說 我們胃當中的食物跟胃酸 可能一起都上來 上來的時候 他可能會刺激到 我們腸胃當中的一些 迷走神經等等 所以這些迷走神經的話 可能會引發一些胸痛 或者是心跳比較快等等 其實之前我們台灣的 健保資料庫 其實他有做一些統計 就有發現說 長時間胃食道逆流的 這個族群 大概有40% 之後都會導致一些心率不整 這些問題 對 所以這個我們現象叫做 胃腥症候菌 對 胃腥症候菌 所以搞到後來現在每個腸氣 通通連在一起 對 跟中醫有點像 也是都在互相影響 胃不好連心率都會不整 所以其實要好好顧自己的胃 但是其實要顧自己的胃 最好就是要靠食物 所以廣告之後 再教你做一道顧胃的料理 我是江坤俊醫師 喜歡我們影片的話 請記得按讚訂閱 加上開啟小鈴鐺 就能及時收到我們的最新影片 我欠你一段時間 請忘了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